这个是小烤箱的选项 第一个是选择温度 一般烤面包的温度会在180到210左右 烤蛋糕的温度会在150到180左右 这个选项是选择是否开启风扇 一般烤蛋糕面包都不需要开风扇 就选择这个关闭模式 这个是在烤肉的时候开启 这个就是选择开启风扇 开启风扇的时候就是当烤饼干 蛋挞皮需要有这个脆的口感 就必须要开启这个风扇 烤烧肉烤鸡烧鸡烧鸭都必须开启这个风扇 而达到脆皮的口感 在什么时候需要开启这个风扇呢 烤饼干蛋挞皮闻到香味后 闻到香味后 我们能够开启这个风扇 让这个蛋挞皮和饼干皮能够达到脆皮的口感 还有在烤欧包欧式面包的时候 也可以开启开启风扇 在闻到香味后把风扇开启 在面包上喷上少许的水 或把一杯水放在烤炉里 这样能够使欧包的皮达到香脆的口感 这个选项是选择上下温度 如果烤蛋糕面包颜色觉得还不怎么上色 我们就可以选择上温度 这样的话烤出来的面包蛋糕的上层的颜色 会比较漂亮而均匀 这个是选择时间 一般预热烤箱的时间会在10分钟 每一架烤箱实际的温度都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买一个这个温度计 来测量是否烤箱的温度溢热好了没有 第二个方法可以放一杯糖在这个烤箱里面 当这个糖融化后就知道烤箱已经溢热好了 因为糖的融化点是在186度 烤箱溢热好之后 要如何决定烤蛋糕面包的时间 就要决定以这个蛋糕面包的体积的大小 50克的餐包一般都在烤20分钟 450克的吐司烤30分钟 6寸膜的蛋糕烤20到25分钟 如果是8寸膜的蛋糕就烤30到40分钟 5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